继续我们的特别节目一带一路进行 今天我们来关注金融领域 在国内企业摩拳擦掌准备借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出加速走出去的时候 金融支持就成了他们能否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因素 面对这种需求 国内金融机构不仅仅是纷纷的加大了对一带一路重点项目的支持力度 而且还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积极的设立网点机构 为中国企业和当地发展提供金融支持 中国机械设备工程公司是一家以承包国际工程为主的企业 2014年这部分业务收入占到了公司总收入的67.2% 一带一路规划的出台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承接的项目多了需要的资金量也就大了 为了顺利推进海外项目企业需要增加授信额度 对此银行给予了非常大的支持 针对现在就是走出去和一带一路这方面的建设 那么金融机构的话呢 现在也加大了对我们的金融方面的一些个支持 金融机构那么给我们现在目前提供了 大约600亿以上人民币的这种的各种的一些个额度 一带一路政策推出以来 我们呢也是因为客户的需求给他增加了这个收信 增长幅度呢达到50%之多 金融机构对企业走出去提供的金融支持 不仅局限于传统的保函结算信贷等 还包括投融资等综合金融服务 以建设银行为例 为了支持国内一带一路节点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 近日建设银行就与陕西省政府签署合作协议 在陕西设立一带一路资产池 在支持当地城市群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 也进一步加大对当地优势产业走出去的资金投入 加大资金投入 现在我们已经总结出的项目 和准备动员的资金 要到2000多亿人民币 现在我们正在做项目对接 我想这些措施上去以后呢 建设银行一定会利用自己的优势 为一带一路的建设 提供更好的支持 看好一带一路的大型金融机构 除了建行还有工商银行 本周工商银行与巴基斯坦四个能源电力项目 签署了43亿美元的融资协议 用意支持位于中巴经济走廊沿线的水电站 风电站等项目 与此同时 工行已经在一带一路沿线的18个国家 建立了120家分支机构 我想我们又逢上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遇 中国的很多的企业走出去 我们正在推行一带一路的这样的中国 真有这么一个战略 所以我想给我们还有人民币的国际化 我们已经有五个清算银行提供跨境的人民币的这种服务 所以呢我想我们逢到了一个最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机遇期 针对一带一路战略的金融服务还体现在个人支付结算等方面 为了方便中国人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旅游留学 近日银联与哈萨克斯坦第一大商业银行宣布深化合作 在今年年内实现哈所有的ATM和商户都可以受理银联芯片卡 而截止到目前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 银联卡已经可以在蒙古巴基斯坦新加坡马来西亚 泰国菲律宾越南等国家顺利使用 银联卡